晚上在车嫂的时候好像跟民众发生一些争执 然后老公甚至比出了这个比较不雅的手势 那委员方会还原一下当时的现场状况 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老公爱我爱得要死 所以在我们这个车嫂过程里面 那么就是他碰到觉得有人来对我做出手势啊 自己动作或者甚至就是很不雅的动作的时候 那他难免有一些情绪上他觉得他应该要保护我 但是我还是会跟他讲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车嫂过程 大家从直播也可以看到 其实绝大多数几乎是99%的民众都是支持我的 所以我当时也跟他讲 我们这么多的民众是支持我们的 对所以我想在昨天那么有这样的一段插曲 那最主要我觉得我老公他真的是 他可能想要保护我这样子 所以当时那民众是做了什么样子的手势 或者说什么样的话吗 才会让淘巴那么不开心 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过程 那我们本来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跟所有的民众来打招呼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 那当然就是会有 对方有做比较攻击性的 不管是语言或肢体动作 那我觉得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在选举我们都是往前看了 那我还是会比较看重其他对我有高度支持的民众 那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跟我们挥手 或者给我们比赞跟我比五号的民众非常非常多 那你怎么看就是你的对手谢佩芬就说你这个是耍官威啊 作威作为作为 我已经讲过了啊 就是在我们整个的选举过程里面 那么我更高度的来看待就是支持我的民众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我们 因为我的直播 其实我们所有每一场的这个车嫂 我都是直播之 甚至今天早上 待会也是会的啊 那大家都可以从整个直播的过程里面 我更看重的是有这么多的民众 对我高度的支持 那我非常的感恩 你想要道歉吗或者是 我已经讲过我非常感谢这么多的民众 对我的支持 那我想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 那我觉得我对一些支持我的选民 那么我的责任是很重的 谢谢 我们前一阵子有所谓的司法 用很多司法动作来办我们国民党的里长 很多的基层 其实已经引起相当的民怨 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太超过了 那以那天的乌龙警报 很多人都认为 那是不是也有操作 说中国界选操作的太过头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 我必须讲就是 现在的执政党他犯下了一些错误 那么当然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就是如果有任何的一方 犯下了一些让人民觉得非常不舒服 而且会影响 足以去影响他选举的这样的错误的话 那对他的选票是绝对有影响的 你可以再次跟欧洲媒体讲 为什么国民党是对台湾的未来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个其实台湾是一个就是需要 一定要在两岸之间一定必须要和平 因为如果我们是处于一个紧张 或者是一个摩擦 甚至会走向一个战场边缘的话 我觉得这不会是台湾人民愿意看到的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选择国民党 可以确保两岸和平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事情 那第二点就是 为什么过去大概有很多大家都看到 起码有六成以上的民众 是希望政党轮替的 那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那当然也是认为 现在的执政党做得不够好 那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有太多的黑箱作业 到目前为止 最近比如说我们立法院党团 在应该是在星期二的时候 我们召开临时会 就是特别是希望能够让高端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COVID-19的时候 疫苗采购的这个合约 应该要做公开 那个甚至连赖清德自己都说 应该要公开的事情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公开 那台湾民众会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能公开 到底为什么 这么多的台湾的民众希望要公开 连赖清德也认为要公开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公开的话 是不是代表现在一定还有一些 是不能够摊在太阳底下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对于民众 他要做一个选择 那另外其实他们也会希望说 未来我们整个的能源政策 其实这里面也是我们很多的民众 愿意去选择我们的 因为台湾的能源政策 也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国家 尤其2050年经营排放的问题 那大家都现在 像包含很多欧洲国家 也都开始对于核能 对核能事实上把它定位成是 它事实上也是一个绿能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民进党跟其他两个政党 其他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其他的政党都认为说 在核能的部分这个是关乎什么两岸的问题 就是在核能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选项 但是民进党就是死守着那个反核 伸主牌 那过去可能大家觉得你是因为你的理想 你觉得你不能用核能 可是后来大家现在发现 你在发展绿能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原来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对象 我们再叫绿油油 就是你亲近这些民进党的人 结果他从中获利 这个都是大家很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想大概这几个方面跟大家做说明 好 谢谢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